那是学校 那是修行道场 那么我这个想法呢 老居士虽然是非常赞同啊 他老人家已经过世了 现在也没有人提这个事情 可是还依然呢 还是要走这个路子 所以我常常想着 我们要办宗教大学 要办多元文化大学 这是延续传统的佛教 一种方式 就这些宗教变 这个佛教变成宗教 我们不能不承认 那么第三个呢 是佛教变成学术了 现在在国外 好像姑娘也有 许多大学里面 这学系 有佛经的过程 在外国学校 甚至于还有佛学系 这就变成学术了 前年我们访问 伦敦 伦敦大学 剑桥大学 他们学校有汉学系 专门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 汉学系里面就有佛学的过程 就变成学术了 第四种呢 是变成邪教了 打着佛教的旗号 完全做欺骗信徒 伤害 国家社会的事情 这邪教 所以在目前的社会 出现这四种形态 我们都要知道 统统知道之后了 你就晓得 我们应该走哪一条路 我们要认真努力 在经教上下功夫 天天要上课 天天要学习 学以致用 把我们在经典里面 所学到的 用在生活上 生活就快乐 是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不但这一生快乐 来生后世 生生世世快乐 你不会堕落 这就对了 所以这一条呢 我就说到此地 下面第二条 如筹集大量资金 新建宏伟的寺院 希望成为有名的旅游圣地 借此 弘扬佛法 请问是否可以 这就是我讲的观光旅游 机会教育 对象是谁呢 对象是观光旅游的这些群众 那把佛法介绍给他们 这是很好的 这是做旅游观光事业 底下一个问题 老法师常讲佛教是教育 但为何现在大部分的寺院 都是烧香拜佛 或是观光旅游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目前社会上的这个佛教 四种形态里面的一种 是宗教的佛教 不是释迦牟尼佛 传统的佛教 这个要知道 它已经变成宗教了 第四个问题 是现在一些父母出家 或到道场做义工 于是把年幼的孩子 丢给道场 和任由孩子没有人照顾 请问这样是否恰当 这个是他不要孩子了 他想把孩子舍弃了 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他要孩子 爱孩子 他就不能这样做法 中国自古以来 对于孩子的教育 看得最重 因为过去 中国过去的家是大家庭 孩子要没有教育的话 这个家会家败人亡 家破人亡 所以对于这个同盟教育 是特别重视 那么现在我们的家没有了 应该是在民国二十年之后 中日战争以后的时候 中国家被打破了 再没有大家庭了 现在这个小家庭 这不是中国人的家 中国人离家的时候 在过去 一个家族就是一个村庄 这个家族人少 也将有上百人 人定兴旺的 总有六七百人 所以它是大家族 它不是小家 所以这是社会的变迁 我们都应当理解 那么我们 你养的这个小小孩 你还需不需要照顾他 需要照顾他 那你就认真教导他 养不教父之过 父母的过失 你养他就要教他 下面一个问题 他说俗话说 女子无才便是德 这句话在古代 有什么样深远的意义 对现代又有什么样重要的启示 如果说启示 我们可以说 古人把德看得很重 财在其次 这是古代 古代为什么要把德看得很重呢 社会的安定和平 需要道德来维系 中国这个族群 历史上有记载 从复西施 到我们现在五千年来 五千年这个族群 这个地区 可以说是长治久安 在全世界历史里面 都找不到 这样一个红木的族群 他靠什么 他靠教育 他靠教学 去建国居民教学为先 他的价值观建立在 孝敬仁义 孝亲 敬老 忍耐 讲道义 这个义是什么呢 是齐心动念 言语造则 多能如理如法 我叫 何情何理何法 这叫义言 他的价值观建立在这里 不像现在 现在没有了 家也没有了 这个孝亲尊专丝没有了 人义道德没有了 现在靠法律来维系 法律没有中国传统伦理 这个伦理道的 这种教育的作用大 那么现在 女子需要财了 为什么呢 没有保障了 在从前 女子一生 家族保障 那虽有德就行